柯里斯 巴尼特 非常兴奋 吉里尔 希杰 利尼 科夫 MMA 规则 规则 不要做一些犯规的动作 不能踢到 不能抽眼 来看 我觉得这场比赛会很好看 因为他们一脚踢空后会自己滑倒 两个都是技术型的 他还自带配音 可以把他的腹肌收住吗 喘气 如果你在吸气的时候被打中 你会差气 啊 把综绝机爆摔 哦 放掉 我觉得黑熊身上打上去 他几乎不吃力的感觉 是 因为感觉脂肪抵住很多的 不除非打他头 是 两个人都是 啊 两个人同时出扫腿 扫腿 插眼了 再继续 这种跑得多闪 这种跑得多闪 那今天白熊能不能把 这样他们多出低扫 嗯 全法的命中率还是白熊 胖的是 非常的灵活 不乏 嗯 哦 看后仰多少 有那种误伤裁判的吗 嗯 有 只是被裁判都KO的有个 有一个哪个比赛的 就做MMA的裁判呢 一般的话 他们之前也是 曾经也是裁判的 嗯 是个政绩师 应该是10分钟吧 是 10分钟加5 哦 哦 哇 出现了一个 鸡刀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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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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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拳打到他的肚子上 基本 第二回合 马上开始 嗯 你出现KO的症 情况发生 但是 他出现爆刷呀 不让他可以去抓维神 先进入了地面站 嗯 嗯 飞行飞行的锤鸡非常的重 会提醒啊 啊 对 没见到封闭式防守 有瞎形 哇 差点要到骑马的位置 飞行的肩膀呢 出血了 啊 暂停 需要处理伤口 然后去清理一下 但是日本最早就是 Pride 连凡是零都不涂 就是为了让你更容易开口 感觉白熊很不用停 感觉刚才给他们一点休息的时间 一下子大家到 这种杂拳实在是太重了 是脖子啊 脖子之类的地方多练 先到 第三局正在开始 他那个后面的血没处理干净 自弹踢不到 然后转身我都感觉他会留空档 呃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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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差点充到墙外 这黑熊太过于抗打 对 哎呦 刚才 对 哇 这个白熊也是非常的抗打 我觉得他俩失君利敌 这 哦 这 哦 这次打了 直拳 能消耗非常的 这是我的两分钟不到一分多钟的时间 能站着 是 刚才一个转身的边权没有成功 太太 靠自打能力太强 最后十秒 没什么问题 最后他滑倒 不过两个体型那么巨大的打满二十分钟也是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区别的选手像国内甚至是日本一些小比赛的 嗯 第三回合感觉也都已经走路也荡荡悠悠了就就手都 但是你看后面还是他们打到最后还是有重击啊 对 就也是 编拳啊 对对 对 值得大家去觉得值得敬佩的 是 别看着这个格斗感觉跑也没有什么太大 嗯 嗯 嗯 现在2比1 基里尔西杰 这样的话 啊黑熊依然保持这个没有被KO过 这一样重但是浑身都是肌肉的 嗯哼 还有可能是 最后还有点瘦啊 啊 呃 之前对这个 对这个吧 是吧